今天咱们聊聊2021款雷灵该怎么选 12款雷灵知道买哪款值吗 今天告诉你啊 2021款雷灵上升之后 相比之前最大变化 它是增加了1.5升三缸发动机 相比之前入门价格下调一点点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成本降低了 三缸发动机的成本肯定比四缸要便宜 所以售价下调了一点点 可以理解哈 看看目前车型啊 12款车型 三款1.5升三缸 三款1.4缸 以及六款1.8升混动 1.8升混动在这个级别当中 可能只有丰田有 其他品牌目前还没有 看看车身颜色 全系啊 一共九种颜色可以选 选择非常多啊 很容易眼花缭乱 其中星云紫这个颜色 是混动版所特有的 但是你要刨除掉运动版 因为运动版从配置样式都比较特别 所以其他这五款可以选择星云紫 另外官方还提供了一个叫天际白的颜色 官方显示是进驱版跟领先版可以选择 那我的理解是什么 这个白色车系价格便宜 为什么 要不然为什么只给低配才可以选呢 对吧 轮圈方面 这12款车型只有运动版配的是17英寸轮圈 其他用的都是16英寸 我觉得这个级别啊 用16英寸没有大毛病 因为咱们日后使用的话 更换轮胎的成本会便宜一点 对吧 你说如果这个级别给你配个18英寸轮圈 你倒是换一条胎 都冷了2000多块钱 肯定没人换了 都贵啊 对吧 那么内饰方面 整个造型不用多说啊 就是大家都很熟悉 风田也没有什么吸引程度 对吧 颜色全黑或者黑灰两种搭配都可以选择 用量方面的话 低配一般都是织物 中配或中高配都是皮革 不是真皮的 只有顶配版本给你配了一个真皮加皮革混搭 还没都给你真皮 你说什么 所以这么看啊 这个座椅材质不太重要 说说动力了啊 最后 1.5升三缸 这个车啊 我还特意查了一下之前的1.2T的雷灵 之前雷灵1.2T是有进取版这个配置的 售价是11万5千8 所以你看 它给你变成1.5升三缸有进取版了 那么1.2T四缸 起步就是豪华 为什么 很明显 如果我给你一个11万5千8的四缸进取版 你还会买三缸吗 你肯定不会 对吧 所以来引导你要么买三缸 要么买就是买高配 混动跟之前一样 混动没有变化 1.8升的一个混动系统 1.8升混动 加电机 它的综合功率达到122马力 相比三缸四缸稍微高一点点 其实日常啊 开不出来 就是省油 买混动就是为省油 功率方面 再说一下 你别看1.5升三缸的标的参数值啊 比1.2T要高 但是实际咱们使用当中 其实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帮动机的中转 或者低转速下来使用 四缸 多一个缸 开着就是比三缸有劲 别看参数标的高 其实没有那么强 所以不要有什么幻想 行吧 技术信息就这么多 咱们接下来聊配置 先看看入门版 进取版 11万3千8 全息最便宜的雷铃 这种车在配置方面 安全配置方面 还是有点亮点的 你像它配备了前排侧气囊 前后头部气帘 西部气囊 副驾驶坐垫式气囊 这块是它所特有的了 另外还要像胎压报警 实用性的配置呢 后排座椅拷备按比例放倒 8英寸的中共屏 然后带Car Life 全LED大灯 另外空调是手动的 但是它会给你配备一个后排出风口 日常使用 对后排有一定照顾 说得过去 接下来看领先版 在价格上 相比进取版这个车型 贵了5000块钱 这5000块钱 你能换来什么配置 仪表方面 中间增加了一块 4.2英寸的彩色液晶屏 其他配置包括多功能放盘 主动刹车 车道保持 天理提醒 全速自胜巡航 以及自胜远光 可以说这部分钱 你花的是一些主动安全配置 我觉得对于目前来说 任何一个车型对于安全都不能忽视 所以这5000元花的 还算比较值 对吧 接下来看看豪华 豪华在价格上 相比领先这个配置 差的比较多了 贵了9000块钱 这9000块钱 差的配置包括什么 5.2启动 5.2进入 到这影像 9英寸的触控屏 带在线的导航 路空信息 以及云端的云控制 但是它又取消 Car Live这个功能 所以这一块在车机上 算是一个提升 我觉得如果单看 这几个配置来说 加9000块钱 并不是特别值 因为我如果买一个领先版 我自己去后期做升级 对吧 我加一套导舍影像 车机也不过才 三五千块钱到头了 所以说 这个钱就比较贵了 接下来看1.2T的豪华版 相比1.5升三缸豪华版 它贵2000块钱 就是刚才一开始说的 就是三缸放线机 跟四缸放线机之间的一个成本的差价 所以 配置方面 两个车 保持一致 只是因为放线机不同 像1.2T 有放线机的启停 1.5升三缸 就没有 咱说放线机这块 如果说 咱们选择雷灵的话 我个人建议 首选1.2T 四缸 不要考虑三缸 目前为止 三缸属于是一个试水的状态 而且厂家这个行为也很明显 就是为了降低成本 让你涂便宜买三缸 但是我觉得咱们求稳 买四缸 先别买三缸 让它先看看时尚表现 考验怎么样 油耗相差不会太大 知道吧 那么 说完豪华版了 看看运动版 运动版 在外观方面 相比豪华版 有一个整个不同的样式了 像运动的前号包围 黑色网状的前格扇 还有17英寸轮圈 另外大灯也增加了透镜结构 所以在外观上看上去更帅气一些 另外车内部座椅变成了皮质用料 并且增加了前排装扶手 另外座椅上带一些红色装饰 仅此而已 所以在差价上 你这6000块钱 你基本可以理解为自己换来的是一套运动的套件 以及更大的轮圈和皮质座椅 这么看 那钱花的还算比较值 那对于那些外观有点需求的朋友 其实你可以考虑运动版 那如果让我的话 我肯定不选 为什么 买雷灵一个1.2T4缸 你造型再运动还跑不动啊 所以买豪华挺好 接下来看看科技版 科技版的外观方面又恢复到普通版样式了 所以咱依旧还是对比豪华版 这块价格差的比较多了 你从豪华到科技 这块你需要加1万块钱了 1万块钱对于一款售价16万的紧动型轿车来说 真的算比较高了 那么配置方面 它增加了LED前五灯 包括内饰的座椅 换成了皮质座椅 加前排装扶手 双门区自动空调 抬头显示 然后包括12.1英寸的中控触控屏 倒是雷达 12.1英寸的大屏够大 但是我总觉得日常使用带来不了什么便利性 所以这1万块钱完全可以省掉 所以说在目前汽油版这个执行当中 如果让我买的话 我觉得买个豪华 四缸的豪华就OK了 咱们接下来看看混动版车型 混动版车型配置比较齐全 就是从进驱版一直一个一个升 进驱版首先相比1.5升三缸的进驱版 全息最低配 加2万块钱 那么这2万块钱首先在动力方面 你从1.5升三缸 直接变成了1.8升的四缸放动机 然后加电子机的组合 可以说日常使用 动力更好 另外油耗更低 那这2万块钱除了动力的变化之外 配置上还包括说像 LD光带尾灯 镀铬车侧装饰条 仪表也增加了4.2英寸的彩色屏 东风的放放盘 8英寸的触控屏 5.2启动 出门区自动空调等等 其实很多配置有点拿到了科技版的配置 所以说这2万块钱咱也换来了一些日常使用的配置 算是比较划算 没说让你纯滑在动力上 如果纯滑动力上 这2万块钱可就贵了 领先版在价格上相比进取这一块增加3000块钱 这3000块钱你换来的配置就是安全配置 车道保持天内提醒主动刹车 全速自胜巡航以及自胜远光功能 这3000块钱对于咱们日常使用是有安全提升的 我觉得这钱花的值 那么接下来豪华版 在价格上相比领先版这一块贵了6000块钱 这6000块钱你换来的配置 像电动天窗下进去口的多个装饰条 导致影像 520进入 9英寸的触控屏 带在线的导航路况 语音这些功能 我觉得这个钱可以不选 因为6000块钱你去咱们自己后期升级一套车机 也不费劲 而且价格比这还得便宜一点点 对吧 那如果你图省事 你说我懒得去外面自己装了 塞电原厂来个挺好 豪华版可以是一个推荐 只不过是一个次推荐 仅此而已 那么接下来又到了运动版了 价格上差多少钱呢 差6000块钱 这块的配置变化跟之前的配置变化基本是相当的 主要就是一些外观的套件啊 轮圈啊 一些运动版所特有的样式 当然也包括了车内的这个皮质座椅 然后包括装扶手之类的 算是增加运动套件 但实际意义我觉得不大 接下来混动了科技版 价格上在运动版基础上贵了不多啊 贵2000块钱 贵2000块钱 这2000块钱换来的配置 就是刚刚咱们看到那些配置 像LD雾灯 7英寸的液晶仪表 还有12.1英寸的中控大屏 像造车类的啊 它的显示 实际的从价格看啊 我家2000块钱换这一堆配置还是比较值的 但是这时候你的价值已经超过15万了 我觉得15万还在买一款紧凑型轿车 即使我油耗低 但是我车贵 所以也就没有必要了 那最后到了尊享版 又贵2000块钱 这两块钱你能换来的什么配置呢 如果是相比科技版 先说少了什么 少了台图显示 少了7英寸的液晶仪表 少了12.1英寸的中控大屏 多什么 多了真皮加皮质混搭座椅 多了主价电条座椅 多了后排装服势 更没用 更没用 如果说让我在科技和尊享之间必须二选一的话 那我选择科技版 好歹我展一个大屏 对吧 有台课显示 日常使用 用得上 所以说混动这六款车型 咱说追求性价比最高的就买领先就行了 安静配置也有 混动训组你也有 然后至于什么车机都可以自己后期升级 也不麻烦 对吧 行了 咱们就总结一下 买汽油版雷灵 追求性价比 你就首先要买四缸 这是第一硬性条件 不要考虑三缸 四缸买豪华足够了 不要再往上 没必要了 太贵了 这是第一 第二 如果你想增加一些像皮质座椅啊 然后更好的车机系统啊 你拿出不多说啊 五六千块钱去做一套 完全没问题 所以相比这两款车的差价来说 绝对合适 所以汽油版 我只推这一款车型 混动版 刚才前面提了 追求更高性价比 OK 你买领先版 安全配置 给你比较齐全 另外 混动系统 让你日常够省油 13万多的价格 也还说得过去 对吧 那么如果说 你想说 我就买一个混动 我对配置没有要求 卖最低配可以 这个进取 这个可以 我舍去了一些 主动安全配置 我日常代步 够省油就完了 那如果刚才也说了 我可能喜欢安全配置 我也希望车机升级 但是呢 我嫌自己去做 很麻烦 那求省事 你就多花点钱 买也豪华 就多6000块钱 所以这两个配置 在混动当中 是我的次推荐 行吧 咱们今天关于雷灵 就聊这么多 最后补充一句 雷灵目前市场优惠 应该能在1万左右 是没问题的 所以说 像咱们刚刚聊这几车型 你基本按照这个价格 减掉1万块钱 就是你实际 买车的裸车价格 就聊这么多 12款车型都聊完了 还想关注哪些新车 那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是原路 选择问题 来找我